师父 这里怎么这么黑 我喜欢暗一点的地方 更方便我工作 可是这里这么暗 您确定能看得见吗 人除了肉眼 心眼也尤为重要 有了心眼 哪怕在黑夜中也能入绿平地 没想到师父还是个唯心主义者呢 款式图样都在这里了 二位看看想要什么样的 如果这里的不喜欢 也可以自己找图案 软软没有去看图样 直接把神灵之雨的图案递了过去 我要这个 神灵之雨 男人平静的神色有了一丝浮动 神灵之雨 你确定要闻这个吗 怎么 师父闻不了吗 不是闻不了 而是闻上了神灵之雨 便是神灵忠诚的信徒 常为信徒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就是个闻神图案吗 怎么搞得神神叨叨的 还神灵信徒 这世界上哪有神啊 你不信谁又为何要闻神灵之雨呢 软软故作不耐烦地说道 就是觉得这图案好看而已 师父 你到底能不能闻 你不是神灵的信徒 没有资格闻上这个图案 什么信徒 什么神灵 都是拿来唬人的而已 一个闻神搞得神神叨叨的 我出两倍的钱 你给我闻一个 软软的不屑成功激起了男人的怒火 不许你亵渎神灵 就在这一瞬间 软软在男人身上感觉到了一丝阴气 这男人并不是鬼魂 难道又是明石 轮转王曾经说过 明石有两位 上次的门庵是其中一个 难不成这闻神师父是另外一个 软软思索间 男人已经藏起了自己的怒火 抱歉 你们可以换个图案 不用了 你这个师父脾气真怪 闻不了我们就换家店呗 说着 软软就拉着明轩离开了 出了礼物后 那个男孩还是坐在柜台边上 只是手里多了一根棒棒糖 试打壮汉的那根 软软把自己兜里的棒棒糖都给了男孩 男孩看着棒棒糖 诡异的黄色眼眸中闪过一丝茫然 在路口等红绿灯时 软软看见刚刚在纹身电闹室的壮汉 直接无视红灯走到路中间躺下来 奇怪的是 路上开车的司机似乎都看不见他 壮汉痛苦地大喊 却没有声音 几辆车过去 血液渐渐染红了路面 路人才发现马路上躺着一个人 众人都被吓了一条 软软更是瞪大了眼睛 他刚刚分明看见那壮汉脸上痛苦惊恐 却又不能自主的表情 此时 在软软他们背后 一双黄色的眼睛正纠结地看着他们 宁轩带着软软来到饭店 点了很多软软爱吃的菜 可他一点胃口都没有 满脑子都是刚刚那个壮汉被压成肉饼的模样 软软 你怎么今天胆子变小了 我是觉得那个男人的死太过诡异了 他好像是被控制着跑到马路上自杀的 你怀疑是纹身店的人 我觉得是那个叫阿英的男孩 他的眼睛有空魂的能力 可我还不清楚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既然知道是谁那就不用担心了 现在先吃饱饭最重要 要不哪还有力气对付那些妖魔鬼怪啊 说得对 我得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 软软拿起筷子门头干饭 两人都没注意到 外面的大树上一只猫头鹰正在盯着他们看 吃完饭后 软软和宁轩就回到了德宇酒店 下午来的时候他们开了一间房 刚到房间门口 软软就看见阿英站在那儿 仿佛是在等他们 阿英 走 走 走哪儿去 哪儿都可以 不然 死 为什么 阿英没有回答楚软软的话 静止从他身侧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 阿英的声音在耳畔响起 棒棒糖很甜 我不想你死 软软猛然回头看去 阿英的身影早已消失 软软并没有因为阿英的话就离开 他有种直觉 今天晚上他会得到他想要的答案 夜深时分 轮转王和黑袍鬼将忽然出现在房间里 轮转王叔叔 白慕阿姨 你们这么快来了 你都发消息了 我们能不来吗 我在那个纹身师身上感觉到了阴气 和之前遇到蒙安时的感觉一模一样 冥史的确是有两个 如果他是假的冥史那还好办 就怕他是真的冥史 真正的冥史早在冥王沉睡时就消失了 如果真的冥史出现 那看来离冥王苏醒也不远了 话音刚落 窗外响起一阵诡异的笑声 一只猫头鹰的脸正贴在窗户上 黄色的眼睛死死的盯着软软 恍惚间 软软竟觉得这个眼神有些熟悉 黄色眼眸 是阿姨 忽然 砰的一声 猫头鹰撞碎了窗户的玻璃飞了进来 那只猫头鹰在它们身上扫尸了一眼 然后爪子上丢下一张纸 软软将纸展开 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字 走 猫头鹰准备转身离开时 轮转王隔空一抓 想走 给我回来 猫头鹰瞬间被一股力量拉回来重重地摔在地上 阿姨 真的是你 阿姨利落地从地上爬起来 但却走不了了 轮转王的力量死死束缚着他 让他挣脱不得 走 快走 会死的 阿姨 到底怎么回事 阿姨没有来得及回答 房间的门就哼得一声打开了 轮转王和黑袍鬼将立即把除软软和宁轩挡在身后 纹身是缓缓走了进来 今天的人间可真是热闹 不但有阎王也还有鬼将 真是稀奇啊 玄仙 竟然是你 轮转 我们好像有千年未见了 没想到再次见面竟然是在这种地方 你动不得 玄仙的目光转向软软和宁轩 稷而浅笑 能让你们两个这弯护着的人 呵呵 时间太久了 我竟然都忘了他们的模样 妖华 帝君 好久不见了 玄仙 闭嘴 话音刚落 外面漆黑的夜空竟然闪过一丝雷电 得 我忘了 好像不能说呢 千年轮回将至 届时所有恩怨都由他们自行了结 你若现在动手 便是为你天导 上街那位是不会放过你的 放心 我还不想魂飞魄散呢 既然不想魂飞魄散 那就赶紧滚吧 这么久不见 不想跟我喝杯茶吗 人界的咖啡不错 我请你们喝一杯 玄仙看着轮转王和黑袍鬼将笑得真诚 轮转王却没心思和玄仙这样的敌人坐在一起喝茶 不用了 等你家主子醒了再一起喝茶也不迟 你们确定吗 玄仙这话却不是对着轮转王和黑袍鬼将说的 而是看着软软和宁轩 犹豫了片刻后 轮转王和黑袍鬼将还是跟着软软和宁轩下去 来到楼底下的纹身店 玄仙亲手做了几杯咖啡 来 尝尝看我的手艺 在人界的这些天 我当人的文领可是越来越强了 废话少说 你叫我们来到底是要说什么 没什么 只是想看看他而已 看我 看我干嘛 好久没见了 替我的主人看看你过得好不好 你的主人是冥王 他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 软丫头 好吧 我不问了 没关系 小桃花 你直早会知道答案的 离乃一天的到来也不算软了 玄仙的称呼让软软了 小桃花这个称呼 他听着还真是耳熟 玄仙 我有个问题 神灵之语的图案除了你 还有谁知道 神灵之语是主人 赐予我和另一位名使的 世上没有我们二人才能画出 那你知道另一位名使在什么地方吗 我刚苏醒 感应不到另一位名使的存在 他或许还没有醒来 如果他还未醒来 那为何神灵之语的图案 会出现在别的地方 或许他已经醒来 只是没有找我罢了 软软 这件事我们查到了一些消息 出去再说 好 咖啡也喝了 即位该回去了 哥 我们走吧 玄仙看着软软和宁轩紧握在一起的手 眼底一抹凉意闪过 主人 您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终究还是不爱你啊